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跟这个我们中国文化 然后跟这个科技相结合的一个这样的一样一个节目 所以它的这个比较复杂 以至于我自己自己演了这个节目 但实际上我都不知道这个节目最终呈现会什么样子 所以你只能跟大家一起比如看个回放 你才知道说这个舞台是什么样子 我甚至比大家看到的更晚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有有留下一个小小的悬念 等到你下了班之后回去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我们也知道在2021年今年呢 其实这个无价之姐这首歌也非常的火 就基本上是一个国民度非常高的一个热潮 包括火到了这个熊本县 就连熊本县他们的干部都在跳这个舞 是吗 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这首歌 它能够这么出圈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 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吧 首先我觉得它也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爆款的节目 说实话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自己 其实经过了2020年就是会有很多更深的一些感悟 像我觉得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人啊 事啊还有自己追求的一些东西啊 但可能更用了一种更加轻松和娱乐的方式来做表达 我觉得这种表达其实它本身会比较的大家能够理解 所以加上这样的一个也加上这样的一个比较魔性的一个编舞 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大家就流行起来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包括这个歌词当中有一句歌词叫做娱乐记者的感受 对不对 娱乐记者的采访感受 对对对 那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在过往的这些娱乐记者的采访当中 有没有哪一个问题是让你感受到 哎心里会翻白眼的或者是我不想回答的 我其实反而没有 我其实常常我其实写的那个场景是我其实出道这么多年 就是尤其是前几年会常常发生的一种状况 就是当当记者问我一些问题的时候 后来我们的那个气场就安静就实化了 就就就凝固了 对常常会有那样的情况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也许是记者心里面在翻白眼吧 不是不是我 只要我不尴尬尴尬就是你 是是是 所以以前有这样现在好多了 大家现在好多了 因为本身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 就相处起来我觉得会比别人的节奏慢 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说从出道开始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受质疑的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 到慢慢我觉得可以更加从容 更加松弛的去面对 我觉得我自己的心态上面也会有更加放松一些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春春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 包括看一些你的深度的采访 就是非常的有内容 因为你自己也会思考很多的事情 包括我们在你的这个社交平台上看到你自己的表达 你自己写的东西分享的东西其实也能看得出来 就是你有很多自己的思考 然后其实现在到今年应该很快就是要出到16年了 进入对马上要进入到16年了 所以有什么样的这个蓝图新的规划吗 我还没来得及规划说实话 今年这还真的没来得及 就是因为年底的工作比较忙 然后好像也没顾上 也没顾上 但是其实去年有很多的 包括这个音乐方面的一些尝试啊 然后另外就是还是跟跟疫情相关 其实我去年本来有那个巡演的计划 然后就是暂时往后推了嘛 往后推了 我不知道今年可不可以完成 就是要看情况 那如果用一个词或一个句子来概括一下 2020年的这个行业 就娱乐圈的一些新闻啊 这个行业的一些动态啊 用一个词或一个句子 你会怎么来概括它 那我是概括不了 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了 但我还是觉得2020年不管怎么样 虽然它发生了很多事情 对于我来讲 我还是会用无价来概括它 因为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你经历过的 其实就是会有痕迹的 有痕迹的 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会 不管是好的不好的 它其实都会在你心里面 留下一些东西一些种子 但马上了这个2021年 马上就要有这个新的节目 跟大家见面 你要担任PD的这个身份 准备好你的炮弹了吗 试试看吧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挑战吧 因为虽然就是说 有很多舞台的一些经验 在过去有些积累 但是我觉得毕竟 它是一个这个团体的节目 就我自己其实是以个人 这样的一个身份 出现在这个舞台上的 我觉得也有很多东西 其实也是站在一种平等的角度 大家来相互来探讨 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在节目当中 有更多的这个互动啊 一些好玩的事情 跟大家来见面 那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年夜饭 你有没有最期待在年夜饭上面 吃到什么菜呀 是你自己喜欢的 年夜饭呢 我觉得年夜饭我最期待的 应该还是年年有余吧 应该是一个跟鱼相关的东西 所以希望有讨个好彩头 对 那最后也跟我们凤凰网娱乐的网友们 来拜个年 说一下新春祝福 凤凰网娱乐网友大家好 我是绿春 在这里呢 给大家拜年了 祝愿大家牛年大吉 万事如意 祝大家新年快乐 也祝春春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